大家好,因為我們等一下是工作坊,所以蠻希望大家可以盡量靠近我一點 因為等一下可能會發一些資料給大家參考跟討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往前做 好,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今天開始測試個資查閱刪除停止利用權 那首先想要,我這邊想要問大家就是 大家有在任何平台上要求下載過自己的個資或是要求平台告訴我說他持有我哪些資料 然後如何使用嗎?大家有過這個經驗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有一位有做過,那想要再問大家說 那有人有要求這個APP或者是有惠人的這些網路服務去刪除自己帳號或個資的經驗嗎? 有的話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沒有,那太好了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稍微熟悉一下這些權利 那其實我上面寫的這些權利是台灣的個資法其實都有不予大家的權利 所以會看到說平常我們使用很多網路服務 即便是台灣的企業他的政策上都會寫我們有這一些 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我們可以依法提出請求 只是說實際上到底落實的如何,我提出請求的時候會不會非常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想要了解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就是現在方便的話,等一下可能也可以花時間幫我去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先從一些大型的平台 像是社群平台 它裡面會有一個叫做什麼下載關於我的資料 然後你可以先點進去看 那可以特別留意的是,想要請大家特別幫我留意廣告資訊 跟一些上外動態,就是一些你不在這個平台上的這些資訊 可以幫我至少勾選這兩個去看 但是他請求可能會花一些時間 好,那我先趕快開始 好,那講別人之前還是先分享一下我個人過去申請的經驗好了 那這邊我是想要分享說我們到底知道這些權利要幹嘛 為什麼沒事要就是做這個有點麻煩的事情 好,我一開始的想法是說 我真的是蠻想要知道 到底我在這些社群平台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我到底有哪些資料 然後為什麼我不斷的被指定某些特定的廣告 但是我沒有辦法直接從上面得知 當我去下載資訊的時候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平台還有一些從其他來源的關於我的資料 比方說這個是我很多年以前申請過的一個請求 他現在這些資訊開始有比較多的控制權 大家可以關掉 但是在以前其實都沒有控制 就是我們只能去接受這些東西 那想大家看左邊的部分它是站外動態 就是說在這個社群平台上 它還是可以知道我們看了哪些其他的網頁 比方說就可以看到有些購物網站啊 有一些通訊軟體啊 有一些其他的媒體 其實下面還有很多 然後現在這個功能可以關掉 但是過去我其實並不知道說 原來就是社群平台並不是只是會知道我的愛心 我的讚 我在上面上傳的照片這些東西 它還有很多其他來源的資料 那右邊 右邊這些就更難控制 右邊這些是說 我在其他地方有使用服務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留下來的人力銀行哪一間我就不講了 就是人力銀行曾經上傳我的資料 進到社群平台裡面 然後去用我只要做一些廣告的用途 然後下面有一些讓我匪夷所思的 還出現了我沒有用過的銀行 但我不知道它為什麼會有我的行銷資訊 就是跟電信公司 還有受選公司 然後其實下面還有只是我沒有放上來 還有一些我個人並沒有用這個E-mail 並沒有用這個社群平台的E-mail去註冊的遊戲的APP 就是有非常非常的東西 它不知道從哪裡來了關於我的資料 然後它又上去target我 那這個研究其實如果只有個人做 我們都只能做到個人的警覺 就是很難有發揮更群體的效力 那我們有看到有國外 國外有做一些更進一步的研究 像Consumer Reports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再去共筆上 我會放一些補充資料 就是有其他人做更多的研究 是他們怎麼用這些資料去做資料前課 資料前課就是它大規模的有這些 有這些其他的資料 然後它又上傳到這些社群平台去target大家的 有一些更大型然後更難以辨識的公司 有一些其他關於這類的研究 遠一點 好那以下我想要講一個我覺得比較正面的例子 這也是我個人提出來的一個請求 我就把它是什麼公司我就把它劃掉了 總之這間公司它是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司 那當時我就是已經不需要再使用這個服務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勤勞一點 我就把我在它上面的帳號 跟這個帳號產生的這些東西 我希望可以請求刪除 那這間公司它還蠻不錯 就是它我提出這個請求之後 它主動的寄給我他們的相關的政策 然後告訴我 告訴我它的流程正在跑 然後在我請求發出兩天之後 我就收到右邊的這個訊息 這封信 那裡面大概就是寫說 好它現在已經開始要刪除我的帳戶 所以這個帳戶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登 那整體來說 他們會在90天之內完全刪掉 這一個帳戶跟他這個帳戶裡面的所有的這些個資 那這樣就非常的清楚 就它告訴我它的時程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一下 我其他申請跟我的同事認識的人 我們申請到了其他問題 那這邊因為只有例子 我就直接把我們的問題列出來 就我們會發現到一個問題是 第一點是我自己的經驗 是我在一間台灣的公司 我用它的APP 那我刪除了 我在APP上很輕易的刪除了我的帳號 但是我後續還是收到行銷郵件 並且是收到同集團 同集團的別的品牌的郵件 那我就會問說 那我當初這個刪除到底是有沒有成功 因為其實我刪除的時候 他也沒有寄一封確認信給我 告訴我他到底有沒有刪除成功 但我就是沒有辦法再登入那個帳號 然後第二件我們也會想問的是 那所以刪除這個帳號是不是就代表刪除個資 還是其實沒有 只是我沒有辦法再登進去 但是我的個資都還是留在這間企業 這間企業還是持續在使用 那第三個也是我請求刪除遇到的問題 是說我有寫有的時候那個請求信發出去 就沒有回音 過了超過1.5個月 就是我們的個資法其實有一個失限 就是它已經超過了 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回信 我的信就這麼死成大海 也出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雖然企業的政策上有寫 而且他們可以依序什麼管道 大家可以提出請求 但我實際發出請求的時候遇到很多問題 那第四個 第四個是我身邊的人的經驗 就是他曾經跟某大台灣某大知名的 某大知名的網路公司 然後有發生過外信案件 然後他想要他想要申請 就是刪除這個帳號跟刪除這個帳號的個資 但是卻發現對方說 那我必須要取得你的身份證影本 我才可以證明你就是這個人 我沒有這個資料就沒有辦法協助你刪除你的帳戶 跟刪除你的個資 我覺得其實身份查驗是合理的 就是他要確定說你就是這個帳號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到底在什麼程度 查驗到什麼程度跟以什麼方法 我覺得都是可以討論 比方說我會想問說 那我當初註冊的E-mail可以嗎 那如果他是要多一層驗證 或者是說他可不可以直接在他的服務本身 在登入後的服務本身就設計有點像二階驗證 或者是類似之類的身份驗證的方式 可以不用我們在上傳過多的個資才能夠請求刪除 那或是還有一種也是我身邊的人遇到 是這個網路公司就會說好你現在可以申請刪除 但是請你寄一個紙本的申請書來給我 就是又多了一個那個紙本的難度這樣 然後以及我自己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有時候在查一些公司的政策 然後我準備要來申請查閱 然後會發現那個請聯絡客服 但是我有點難找到真人的客服 就是我看到的比較多都是那個機器人 機器人客服 真人客服會有一點難找 或者是藏在那個分雜的網路頁面中 我在裡面迷了路 就是很難查詢到 那所以今天的工作坊也是希望大家 我覺得我今天都講到這裡 好接下來會想要 我會想要發一個範本 就是讓大家可以 我看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集中到第一排 就是可能到這邊或者是這邊 然後我們集中成三個區域 然後我就會發一個 申請查閱當事人各資的範本信件給大家 然後想請大家幫我看看說這個信 覺得還有哪裡需要的補充 也感謝感謝感謝師匯協助 然後這個信件是我從就是Citizen Lab有一個 以很久以前的計畫叫Access My Info 裡面修改調整 調整成我自己要拿來用的 對 然後呢 如果還沒有看到信的人也可以幫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現在就下載 嘗試下載你的資料 就是如果要跟台灣的 台灣的企業要可能有點 現在時間會不夠 所以可能最快的是那個 大型社群平台它本身就有下載的 那個可能要等一些時間 但是就看你的請求的量 然後我們 等一下我看一下時間 我們到3.09分 你說哪一組人比較多 我還有多一張 然後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就是幫我寫在memo上 然後再給我 再幫我貼上來 這個 我也放在 我也放在每個第一排 欸 你說 麥克風可能 先不要用手指的 好 對不起 對 就是 喔 好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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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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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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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查了 有另外查了三个服务的删除的政策 就是想要请右边自主跟我们分享 然后可以帮我开你桌面上的麦克风 谢谢 对对对是这边 可是分享我们查哪些这个服务吗 对就是你们刚刚多查的删除的政策的情况 然后跟你们是不是有多查了三个服务刚刚看到 对但是刚刚那一张被交换出去 所以我凭印象随便讲一下 就是那个现在台湾有很多的服务业都用 这个条码去扫描之后线上点餐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台湾 我遇过的两个 一个是iShift 跟另外一个是电小二Cashier 然后这两个都是那个 你可以在上面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资讯 然后去在店家点餐 然后我查了一下之后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需要注册账号 你就可以就直接单次的消费 所以它应该没有取消账号或删除账号的问题 但是在iShift上面我去查 它确实有它的隐私条款 有删除各自的说明 只是这个它说明没有很明确 它只有说你可以要求删除 然后但是它有蛮明确的交代说 它的资料是存在那个Amazon的AWS 对但是它也有授权说第三方可以连出去 而且第三方连出去如果导致使用者任何受损 它都不负责 竟然超费的 对然后它最后一条有说是可以寄信去 跟它的客服说怎么删除的 所以iShift算是有一点点诚意 然后在另外一间那个店小二 它没有任何的隐私条款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它把我资料存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删除它 对但是它我的操作经验是 我的确会把它串联到那个LinePay上面 就是它会怎么说把我连到第三方去 对所以这间就做得非常不好 而且我不太确定我的资料是存在台湾还是香港 就是这一间公司它同时是在台湾有注册公司 在香港也有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MOMO购物的调查 请 那MOMO的部分 一样没有讲储存的地方 然后用途范围这些 因为法律都已经明定了 所以都有讲 那删除帐号 因为MOMO是有帐号的嘛 然后它的条款中有一条是 我看一下哦 就是本公司将于提供您各项会员服务为目的 是存续持一间持续保存 直至您删除账户 所以说我这边是解读为删除账户 就删除个资了 那不过它的删除的流程 虽然在网站上有写 好像在界面上可以操作 但是一直找不到他讲的那个按钮 所以应该是也只能找克服 好 感谢 那想最后想询问 有没有中间的英文的朋友想要分享 然后或者是左边的还有人要分享 就是刚刚我看到有一个人是已经有查阅的经验 有没有要分享 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可以帮我举手 yes 好 我查的是人力银行的网站 因为我现在没有要求职了 然后我刚刚有跟另外两位分享说 我发现我查的104人力银行 他有蛮清楚的说 这个隐私权的政策啊 以及我们可以另外在网站上要求删除个资 但是104的网站毕竟也是有点复杂 所以他虽然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要在哪边按下这个正确的网页或是按钮 所以对还在寻找当中 就是我觉得就是把政策写清楚是一件事情 跟有没有要让民众知道要在哪边找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然后 立德 我这边有一个身边的朋友 他说他觉得隐私权政策或者是各自的使用说明 他刚刚可能查英文的网站 然后他觉得都是法律的条文 他就提议说怎么好像没有类似infographic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如果可以类似像powerpoint的方式 让一般民众知道我们做了哪件事情 然后会导致哪些导致什么样子的后果 导致哪些导致什么样子的后续 他会觉得会更好 然后我觉得这的确 我好像比较少在台湾的网站上看到 对 谢谢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有的话就现在帮我举手 没有的话就是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工作坊 然后也希望未来大家可以继续关心这些权力的实践 那我工作的单位是台湾人权促进会 我们也会一直持续在这个制度的改进 希望可以让这些权力真的可以落实 然后以及最重要的同意权 因为刚刚有跟台下有讨论到那个知情同意的部分 然后也可在制度上在台湾也可以在不断的改进 然后也想要宣传一下 如果是对targeting advertising 跟隐私权的关系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上我们的官网5月23晚上会有一场讲座 谢谢